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 赵乐际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出席 王沪宁主持 习近平接见2023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 并发表重要讲话 蔡奇参加接见 习近平会见中国园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纪念 即表彰大会代表 蔡奇参加会见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在京闭幕 决定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24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赵乐际主持会议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4日召开 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前11个月 我国物流运行持续齐稳向好 各地装扮一新赢新年 以色列称打击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 哈马斯称打击乙军车辆和无人机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大约需要38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12月29号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 举行新年茶话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富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 从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 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 欢聚一堂 共赢2024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合无党派人士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 向关心和支持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 是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习近平指出 2023年是全面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一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断 坚决克服内外困难 顽强拼搏 勇逸前行 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经济总量预计超过126万亿元 粮食总产再创新高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 新制生产力加快形成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基本完成 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 抗洪灾 化债险 保交楼成效明显 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港澳工作继续加强 反毒促统坚决有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推进 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继续改善 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 持续发力 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发展 成功举办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运会 我国体育健儿创造良好成绩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可圈可点 我们在化危机 闯难关 应变局中 创造了新机遇 赢得了战略主动 极大的增强了信心和底气 习近平表示 一年来人民政协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聚焦中心工作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协商议政 民主监督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了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 2024年 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 我们要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先利后破的要求 贯穿各项工作之中 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 取得更大进展 巩固和增强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增进民生福祉 保持社会稳定 扎实稳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指出 明年也是人民政协 成立75周年 要发扬优良传统 牢记政治责任 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开创新时代 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是新时代新征程 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 我们要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源 以团结凝聚力量 以奋斗铸就伟业 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滑张 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 他指出 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注魂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 保障改善民生上来 坚定信心 开拓奋进 努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新贡献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而努力奋斗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讲话 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 勇意前行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篇章 查话会上 习近平等来到各界人士中间 同大家亲切握手 互致问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锦 全国政协委员和唯一工作者 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最后 全场起立高唱 团结就是力量 会场内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在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部分领导同志 全国政协领导同志 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在今老同志出席茶话会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以团结凝聚力量 以奋斗铸就伟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接见参加2023年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 全体使节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充分肯定 新时代以来外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 要求使节们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20大精神 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外交思想 正确认识新时代 新征程对外工作 面临的国际环境 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 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接见 上午11时40分时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 给大厅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习近平等向使者们非常注意 同大家亲切交流 习近平等向使者们非常注意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 过去这几年 新冠疫情肆虐蔓延 外部势力对我们的打压遏制 不断升级 给外交工作带来了特殊的挑战 大家也经受了特殊的考验 几年来 同志们持节抑郁 为国出征 舍小家为大家 在世界各地拼搏奋斗 大家辛苦了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使节们和外交战线的全体同志 致以亲切慰问 习近平强调 党的二十大对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战略部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弘扬新时代中国外交宝贵经验 增强凝聚力 发挥战斗力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赢得新的更大胜利 习近平指出 刚刚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 明确了对外工作目标方向 指导原则 战略部署 基本任务 大家要认真落实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决策部署 以更加昂扬奋发的精神 再建新功 第一 牢记初心使命 做对党忠诚的赌行者 忠于党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是外交战线的光荣传统 大家肩负使命 奔赴世界各地 不管走到哪里 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都要守住心中的结账 要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思想 练就明辩是非的火眼金睛 始终把准正确政治方向 要深刻领会党和国家 最高利益之所在 领悟好 执行好 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 十四亿多中国人民 是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 要把外交为民 牢牢扛在肩上 把党中央的温暖 传递给每一位海外中国公民 第二 强化担当作为 做奋勇开拓的创业者 大家要学懂弄通坐实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迎难而上 担当作为 要加强外交能力建设 坚持求真务实 做到耳聪目鸣 围绕服务全局 破解难题 多出十招 要善于广交深交朋友 争取人心的工作 既要坐到庙堂 也要深入民间 要用国际化语言和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 融通中外 贯通古今 让世界更好认识 新时代的中国 第三 敢于善于斗争 做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保持战略清醒 束牢底线思维 以建在弦上的备战姿态 和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 坚决维护好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要加强战略策略运筹 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要善用多边机制和规则 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 第四 坚持自我革命 做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者 各位使节要切实履行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以自我革命精神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要助劳思想防线 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 做政治信念坚定 严格尊规守纪的明白人 好的队伍是练出来管出来的 要坚持以严的基调 强化正风速记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严于律己 严负其责 严管所辖 打造一支对党忠诚 勇于担当 感斗善斗 纪律严明的外交铁军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参加接见 并在2023年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讲话 要求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重大理论创新和深远时代意义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攻坚克难 锐意进取 不断开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国园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 纪念纪表彰大会29号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会议代表 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并将正在和曾经执行 园外医疗任务的同志们 致以诚挚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会见 上午11时30分时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 全场响起恶劣掌声 习近平等向代表们推手致意 同大家亲切交流 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忠参加会见 并在大会上讲话 他表示 党中央高度重视原外医疗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 原外医疗工作成绩 60年来 广大原外医疗队员 以人心人数造福当地人民 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新时代新征程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继续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 奋力开创原外医疗工作新局面 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做出更大贡献 大会表彰了30个 全国原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 和60名先进个人 受表彰代表等做了发言 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9日 签署第15、16、17、18、19号主席令 第15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7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9日 修订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16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9月5日起施行 第1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第18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2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第19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的决定 一 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部长 二 免去唐登杰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陆志源为民政部部长 三 免去胡和平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职务 任命孙叶李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国务院总理李强12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关举措 决定核准广东太平岭浙江金七门核电项目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草案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草案 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定草案 会议指出 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即有利于拉动消费和投资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也有利于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 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和重大意义 牢牢把握以人为本重要原则 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加强教育 医疗 养老 住房等领域投入 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要聚焦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着力补齐城市基础设施 和管理服务等短板 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使城市更健康 更安全 更宜居 会强调 核电安全极端重要 必须坚持安全第一 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和要求 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 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要进一步加大核电产业创新发展支持力度 全面提升核电装备及相关产业竞争力 会议决定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草案 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定草案 会议强调 要推动各项法律法规落细落实 认真做好宣传解读工作 积极回应群众和企业关切 有效释放稳定预期 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 会议强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明年经济工作做了全面部署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 深入细致谋划抓落实的具体工作方案 集中精力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确保明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 29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公司法 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 粮食安全保障法刑法修正案12 决定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部长 免去唐登杰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陆志源为民政部部长 免去胡和平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职务 任命孙业礼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决定将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审议 并委托李鸿忠副委员长 向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做说明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 对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口岸 东南侧相关陆地和海域实施管辖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 根据决定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于2024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博斯瓦那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共和国 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分别提出的 关于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周敏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李宁 许安彪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孙振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刘修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何成军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高景洪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认免案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 赵乐际做了讲话 赵乐际说 会议供审议13件法律和决定草案 通过其中7件 决定将1件提请大会审议 听取审议4个专项工作报告 和2个执法检查报告 审议通过5个专门委员会 关于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审议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决定批准2件条约 通过人事任免案等 顺利完成各项议程 赵乐际强调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找准人大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 稳中求进 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务实高效做好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筹备组织服务工作 确保大会顺利召开 安全有序 风轻气正 闭幕会后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八奖专题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9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一事 本台消息 日前召开的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二次主席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建议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于2024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还决定2024年3月1日至2日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为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做准备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 一至十一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305.9万亿元 同比增长5% 多数行业增速均比上月有所回升 十一月份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 同比分别增长9.8%和6.2% 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3.6和4.4个百分点 从投资来看 一至十一月份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相关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10.8% 明显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水平 一至十一月份 中田企业的每百元物流业务收入中的成本 同比减少0.1元 环比减少0.04元 综合来看 转型升级带来的创新动能增势较为强劲 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发展基础 得到进一步巩固 元旦临近 各地装扮一新 人们逛花市赏花灯置办年货 节日氛围越来越浓 临近新年 江苏南京的老街老巷张灯结彩 在老门东景区 一条长达130多米造型独特的龙灯 在巷子里蜿蜒盘旋 在辽宁沈阳 各种各样的灯饰将大街小巷的夜晚点亮 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在吉林梅河口 大街小巷挂起红灯笼 璀璨的灯光照亮城市夜空 透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上海御园的灯会也在近日全新上线 今年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各种龙元素灯组成为亮点 吸引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感觉到了古市里所描写的那种意境 一夜鱼龙舞 我觉得传统文化成为潮流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 中国的文化被世界所喜欢 迎新年 少不了鲜花 灯笼等的装扮 昆明斗南花市的年宵花 最近日销售量大幅上涨 红掌 冬青 蝴蝶兰等应计花卉大量上市 市民游客满载而归 在福建厦门的鲜花一条街 店家们还拥有新年元素的小贺卡等装点鲜花 更增添了新年气氛 今天跟我女儿来花市买了转印组跟冬青 希望我们的2024年红红火火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各地的迎新年活动也拉开序幕 黑龙江冷水于东补济 在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开幕 在连环湖的冰面上 2000多米的大网缓缓拉出 一网就能捞出30多万斤的鱼 又是一个丰收年 贵州台江县施洞镇的新年集市 也热闹非凡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赶来这儿置办商品 头巾 锦带 银饰等手工艺品 琳琅满目 点燃市场消费活力 广西举办新思路跨年电商节 国内消费者也可以选购来自柬埔寨 老挝 马来西亚等东盟商品 广东发放3亿元消费券 用于餐饮 商超和家电消费 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元旦小长架铁路运输 今天正式启动 为期5天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300万人次 明天为客流最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 为应对客流高峰 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 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0680列 在部分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 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 动车组重连运行 朴速客车 加挂车辆等措施 及时增加运力投放 民航方面 今天全国预计航班量达到16075班 运输旅客198万人次 公路方面 元旦假期 全国高速公路流量 预计同比显著增长 高速公路日均流量 预计约为3530万辆 较平日增长约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今天发布2024年财经精品节目片单 将推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读 等28部精品立作 以及金融街经济景气指数 等8个专业财经指数 多位专家和学者 还获聘为央视财经智库首批特聘专家 2024年 总台将以更鲜活的财经节目 展现中国经济的信心底气 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1至11月 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 76万2285.3亿元 同比增长3.9% 利润总额4万1215.3亿元 同比增长7.0% 主要效益指标继续保持增长 回升向好态势逐步稳固 国家航天局消息 陆地探测1号01组卫星 今天投入使用 该卫星可满足国土资源 防灾减灾 基础地理信息获取等应用需求 今天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新一代破冰科考船 吉地号破冰科考船公开亮相 该船可搭载国产无人机 无人船 以及水下自主机器人等装备 能够同步完成 包括大气 海滨 水体 地球物理在内的 多学科综合科考任务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 高端访谈栏目 将播出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代为格罗斯的独家专访 格罗斯赞赏中国 对基础科学的重视和科技进步 期待各国加强科技合作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 央视频 央视网等 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以色列军方28号称 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 以军方还公布了 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的形同画面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28号公布了其武装人员 在加沙地带袭击 以军车辆的视频 并称在加沙地带击落一架 以军无人侦察机 埃及国家新闻局28号表示 埃及已起草一份 加沙地带停火框架协议 并提交相关方 将在收到各方答复后 详细公布该协议的内容 据埃及媒体报道 一名哈马斯官员28号透露 哈马斯代表团将于29号前往开罗 就协议展开讨论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 美国军舰在红海南部 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 一架无人机和一枚弹道导弹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船只受损 胡塞武装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 俄军在库皮杨斯克 红利曼 顿涅茨克等方向击退乌军多次进攻 打击乌军燃料库等目标 俄防空部队击落了两架乌军战机 和数十架无人机 拦截多枚海马斯火箭弹 无防称 乌军在巴赫木特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还打击了俄防空设施和弹药库 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爆炸声 乌全境拉响防空警报 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利沃夫州 哈尔科夫州 吉尔卡瑟州等地也遭到空袭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当天表示 乌军摧毁来袭的俄军87枚巡航导弹 和27架攻击型无人机 对此俄方暂时没有回应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